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今日整體走勢是先升後回落 回落的幅度亦相對比較大 令到整個行資來講 出現了一支陰燭走勢 亦看回指數由31183點回調下來 雖然上星期未有跌穿10天線 今日在回調下亦未有跌穿10天線 不過整體走勢的確是比較差 最主要是因為整個市場 由這一轉的頂部回落 已經出了兩支比較大的陰燭走勢 亦加上資金由一些新經濟類別股份 新能源股 再加上一些新的經濟和科技類股份 一起下跌下 雖然資金留下傳統類股份 但是傳統股不斷的走勢 都是比較落後的 因此在整個科技類相關的股份 來講大洞底下 整個市要跌下來 似乎那個走勢 暫時未能夠站穩 以現在去看回10天線是一個重要的關口 能不能夠站穩在10天線 就會成為未來的股份 有沒有機會再在短期裏面 嘗試在之前高位的機會 而明天來講 就是匯控 恒生在公佈業績 也會看看 究竟他們會不會繼續 令到投資者 有個衝勁 因為如果現在那個派息的政策 維持回市場所預期的幅度 都可以令到匯豐股價繼續上升 帶動市是繼續向好 否則的話 一旦匯豐連這個股份 都出現一個匯調 整個市場就真的 沒有辦法是不見頂的 所以都要看回 投資者10天線是一個重要的級別 不要跌穿 顏色